没有想到因为我个人的一些原因造成了社会的纷纷扰扰 也没有想到给台湾社会以及给所有人造成了很多的社会困扰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人名叫Jack 他的中文名字叫李普 他是中国大陆人 但是在过去大半年的时间里 他火遍了台湾的互联网 今年4月份的时候 他带着自己身患白血病的母亲到台湾去看病 得到了许多台湾网友的支持和帮助 但是没想到一个月之前 那些曾经帮助他的台湾网友又质疑他在台湾进行诈捐 这个故事读起来令人唏嘘不已 我觉得我现在说什么 我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人 也是一个白耳狼 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用大家说的那句话就说 这就是典型的大陆人 大陆人很爱演很爱骗的 人在座天在看 谁会利用自己母亲的生命去骗钱去 如果说我做了确实这种不得人心的事 让老天爷惩罚我 你们诅咒我 老天爷也会能听到的 李卜是河北邢台人 据他自己讲 他早年在国内当小学老师 他做了六年小学教师之后就辞职了 这时间大概是2018年左右 大概从一两年之前 他开始做了一个旅游up主 就是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拍一些旅游风光片 他去过尼泊尔 孟加拉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 也包括台湾 他每到一个地方 基本就找一些当地的华人 陪他去吃吃饭 到一些旅游景点去看一下 也就是拍一些风土人情 其实在YouTube上拍这种影片的人非常多 但做起来非常难 我看他做了大半年的时间 也没做成功 一开始他那些旅游影片 观光量大概就只有几百 今年年初 当时他正在土耳其旅游 突然他就得到消息 突然接受到我妈 得白血病那个信息 那瞬间真的很难受 一路上再回忆 跟我妈的周证过 真的很难过 很难过 赶紧赶回家 陪他自己母亲去看病 据他自己讲 他就带他母亲来到了北京开始治疗 由于他是一个YouTube主 所以他给自己母亲看病的过程 他就每天用拍影片的方式 把它记录下来 发到YouTube上 那么他这个影片的内容 一开始主要是在讲 中国看病 看病难 看病贵 过来之后 我们没有想到 在中国大陆治病的话 我们的花费费用 预计折克人民币的话 得在一百七十多 而且这个不能保证 能不能治好 我们家陆续把我们家的房产了 我们家车了 陆续都卖了 因为为了治病 我们总不可能说 自己的车不卖 然后通过别人的施舍去搞这个 当然那个钱也是背水车薪 另外一个呢 就是看病难 他就讲中国的这些医院 不太尊重这些患者 然后回到中国大陆北京 这边医院呢 还有个最大感受 就是 其实中国大陆每个病人家属 其实对待那些医生 对待护士 我们更多的像一个孙子 因为我们的命在别人的手上 所以我们态度很谨慎 很谨小 但是有时候怎么说呢 我们不是专业医生 所以我们肯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但是他们同样的体径力多了 是吧 他们对我们态度真的是 不太友善 我看到很多患者就说 哎呀 为什么这边有人说话这么难听 哎呀 为什么这医生说话这么难听 但是在中国大陆 他们统一的地方就是说 他们每天看病那么多 肯定会累啊 然后台湾人那么少 台湾医生肯定不会啊 我觉得就是说 当你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你的医德在哪里 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中国大陆 这个医院更多的是像是卖房子的 更多是商人 你的生死不是有我决定的 是你的钱决定的 我能不能给你做更好 也是钱决定的 紧接着呢 他又营造出来另外一个人设 就是他非常非常孝敬自己的母亲 刚弄好了这个豆浆 昨天晚上查了查 有一个台湾网友跟我说 感谢病人要多喝豆浆 对身体好 老天爷在无事不刻的讨厌我们家 这一天不是我妹一直在陪伙我妈吗 反正我妹跟我说 哥你睡了吗 我说怎么了 明天咱俩换一换吗 我说可以啊 我说你有什么事吗 我妹说 我好像怀孕了 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晴天霹雳霖的 原来这次我姐为什么陪不了我妈 我姐也怀孕了 我妹也怀孕了 我姐也好 如果真我妹陪不了的话 我又能跟我妈独处了 她自己就在有一期影片中间就讲 她说她曾经去台湾旅游的时候看过病 台湾的医院对患者就特别好 她就非常羡慕 就想她如果和她的母亲在台湾能够治疗的话 那该多好 那很多台湾的网友 每天看她这个影片就很受感动 就不停地鼓励她 结果今年2月底的时候 她发了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叫做 台湾人拜托你不要对陌生人这么好 今天很想说一句话 台湾人求求你们 你们不要这么好行吗 真的求求了台湾人 你们为什么到处去 剥洒你们的善良 有一个台湾人 我前段时间要在他那办理台湾的签证 但是因为中原也没有办成 我想到昨天晚上他给我发信息 他说 我在平台上看到你们家 最近好像是因为资金的原因有些困难 我看我这里能不能帮到你 我就 我说谢谢 他就没有想到 就直接给我转了一大笔巨款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钱收有多少 我也觉得 这个为什么台湾人对我这个陌生人就超级超级好 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所以他就被感动的一塌糊涂 在这个基础上呢 他就提到他真的想去台湾看病 今年3月5号这一天呢 他的YouTube就开通了那个超级感谢 因为他的粉丝在迅速的增长 播放量也在增加 什么叫超级感谢呢 实际上我们大陆人叫着打赏 台湾人叫抖内 开通的当天就那一个影片 我看到底下都是无数台湾人在给他抖内 而且钱的金额都不低 动辄就是一两千台币 有的还更高 几千台币的都有 今年4月10号的时候 他真的就到了台湾 带着他自己的母亲 原来是一个台湾的网友 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之后 给他做担保 最终他申请了一个去台湾看病的 这么一个商务签证 到了台湾之后 他母亲就入住了台湾三军种医院 来了之后就跟那个医师见面 见到面之后 你知道我们最大感受是什么 就觉得不可思议 亲力亲为 完全想不到 我震惊了 我妈震惊了 我爸也震惊了 我们见面当天 这是我觉得让我最呵护悲智的地方 他就直接跟我们说 他说 那个婆婆的身体 就是我妈 他说 阿姨的身体呢 已经65岁66岁 已经偏大了 我们这里建议呢 就是说 如果说能有一款药物来维持 或者说某一个治疗方式 对他来说很合理 那我们就先不要做骨髓移植的 因为你知道老人 他骨髓移植的话 后期了 以及进行中的风险还蛮大的 我那一瞬间 我跟我爸跟我妈 还有陪我们那个小姐姐 我们都不说话来的 因为很多人知道 我们在北京那段时间 我们压力大的原因就是 那个医生直接跟我妈就说 你们就需要做移植 你们就要做移植 你们不做移植的话 什么什么 就是打个意思说 就你妈就要去世了 这个医生对我们最大的关心 对我们最大的不一样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他说 你知道吗 你们其实来台湾这边 你们自费的话 要比我们台湾人要贵很多很多 你这一点 我希望你们既然选择来这边 当然也是对我们的认可 但是你们知道 那药物会很贵的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确实我们知道 费用特别贵 然后之后这个医生就说 如果说考虑到 你们家庭情况特别困难 或特别就是 就是怎么说 反正就很困难的情况下 他说 我尽量从自费的药物里边 会找那种 又便宜 对你母亲又实用 又勇效的这种药 放在你母亲身上 哇 我 我 我那时间我就打 我那会真的很想哭呢 就是 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医生 能这样替你去考虑去 这之后 他拍影片的内容就变了 就变成了 他带母亲到台湾看病的内容 从到了台湾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开始拍摄这方面的内容 那这个过程中 他就不停的在夸赞 台湾的这些医院 对病人有多么好 我们从来了到现在 一次钱都没交过 他也不会催你 因为三军总医院上面写的就是 先治病 治好他在交钱 这就是我最大感受 你说 我远途而来来到这边 我能不开心吗 所以你看在大陆被逼的 走投无路的一个孝子 带着自己的母亲到台湾 结果在台湾感受到了台湾社会的温暖 很多人不停的给他打赏 斗内 他除了拍他自己的母亲去看病之外 他还去到台湾的一些旅游景点去看 看的时候他也同时拍影片 他说你看台湾的这些景点 您的不收钱 还有台湾政府又给老百姓发钱了 就这样的内容 然后除此之外 他还每天做直播 据有的up主去统计 很多影片当时都登陆到台湾 斗内打赏的前三名 数字是非常多的 他在台湾拍摄这影片的过程中 在台湾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五月份的时候就有人举报他 说他好像是诈捐 结果这个时候台湾的移民署就找到他 说你低调一点 你实际上是带着自己的母亲 到台湾来看病 你在台湾拍YouTube影片 实际上跟这个签证的目的之间好像有些不一样 他从这个移民署出来之后就发了一个影片 你有没有看错 是我 今天有可能是我录制有关于台湾 有关于我妈治病的最后几个影片了 我也不知道到了第几个影片之后 我就被距离出境了 你有想到吧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我有可能被赶走了 是不是 我待不下去了 那怎么办 我干脆我到这个警察局去自首吧 这个哥们就真到了台北警察局去自首去了 嗨 今天来到了台北城市警察大队里边 我过来自首吧 我这两天遇到了什么情况呢 就是有一个人 几个人吧 一直过发私信 他说我来台湾是 骗吃 骗喝 骗财 骗色 他来是奴使举报我 甚至还说我在台湾 民意上是 我妈治疗白血病 实际上来说 是我从事间谍活动 从事一些匪夷活动 光现在我来 警察没有找我 我今天我主动来 警察就是台湾了 这个影片播完之后 哇 台湾的那些观众就 就觉得 特别这个受不了 很多人 直接打电话到台湾的移民署 包括那警察局 说你们这是干什么 人家你看 大陆这个孝子 带自己的母亲到台湾来看病 你们还干涉人家 结果把那个台湾的移民署给吓坏了 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5月19号这一天 移民署亲自登门到医院 给他陪礼道歉 5月20号这一天 他的母亲就突然在医院去世了 他母亲去世之后 他就把自己的妹妹 从大陆又搬到了台湾 然后在台湾 搞了五天的悼念仪式 有上千人参加他母亲的葬礼 很多台湾人来的时候 按照台湾的习俗都会带着一个白包 所谓白包 其实就是那里头包的是钱 他也都收下了 今天6月份的时候 他就带他自己的父亲和妹妹 又回到了大陆 原本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了 但没想到今天8月份的时候 他又带着自己的父亲到日本去旅游 给人感觉要出山拍旅游影片 结果这个影片播出来之后 很多台湾的网友就开始质疑了 到8月份的时候 他的YouTube的关注者已经有8万多了 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台湾人 台湾人就发现 他带他自己父亲到日本去旅游 而且当时日本实际上没有开放 普通的大陆人到日本去旅游 如果你要是在日本旅游的话 每个人必须存款里头有20万人民币 才能给你签证 很多台湾人就问了 说你看他过去说他自己在大陆 因为给自己的母亲看病 一贫如洗 又是卖房又是卖车 现在他带着自己的父亲去日本旅游 结果还坐商务仓 他应该是挺有钱的 还有他当时在台湾 每一期影片有那么多打赏的 这个台湾人都看得到 但是他母亲实际上后来 还没有进入到那个患骨髓的治疗的阶段 就突然去世了 也就是最花钱的阶段还没有进行呢 那很多台湾人就会想了 说你当时收了那么多捐款啊 那是不是没花完呢 那没花完这个钱 你怎么处理啊 大家就开始质疑他 结果这个时候他就在网上说 他说这个他斗内的钱不是捐款 都是他自己赚来的 你私信骂我也无所谓 骂我骗财了骗钱 骂我不要脸了是吧 骂我滚回哪去了都无所谓的 因为我觉得挣钱不可耻 然后你再说卖惨 我真的愿意 因为到目前我很多欠款 我还没有还完呢 我只要能挣到钱 我凭什么不去做去 他这个话在网上一说完之后 很多人就台湾人就觉得不干了 结果过去曾经帮助他的一些人 也开始出来揭露他 揭露他就说 他其实这个人不是特别诚实 我发现他在影片上的孝子形象是假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对他爸的态度很差 他从来都没有跟他爸好好说话过 这个事情不是我是乱说 是有很多人可以给我作证 就是当他妈面凶他爸 就是一直当他爸面凶他爸 只要用到他爸的时候 他就说我对我爸很好什么什么 但他私底下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人 然后紧接着有更多的人就开始揭露他 他有更多的不诚实的地方 比如说他在所有的影片中间都在讲 他是带他自己母亲去北京看病 北京很贵嘛 但是很快有人就发现 他那个医院好像并不是在北京 因为他拍影片的时候 那汽车街上全是那个G字牌 并不是北京的金字牌啊 然后有人就很细心的发现 他那医院环境里头啊 那锦旗上也写着河北路道培医院 然后呢就对照他那个单子啊 里头也有这个河北路道培医院这几个字 那这个医院一搜索 发现实际上在河北的三河 离北京是不太远啊 但毕竟不是北京 还有人就发现 他当时在发这些 在三河这家医院交费的时候 每一次他交费他都拍影片 平复一下心情啊 平复一下心情 我们的主治医师给我打电话说 需要我中午混来一趟 他现在说我现在账户上 我昨天交了五千 现在还剩五百块钱 但是他把那个单子拿出来的时候 他迅速的就把这个单子扣起来 他不让大家看清楚 这个单子里到底他收费的明细是什么 比如说他到底是多长时间的 每一个项目收多少钱 他不让大家看 全都扣起来 那大家就起了疑心呢 他不是说他自己 说是卖了戏车吗 有人就发现 后来他好像拍影片的时候 那汽车还在呢 还有人给他算 他说这个报销的比例 就是到十万块钱 但是呢 有人就发现 那仅仅是门诊报销的 并不是住院的 但是他母亲是住院的嘛 这也是 没说实话 紧接着很多人就开始给他算账 他在台湾一共是收了多少打赏 结果有的台湾的up主就给他算 说他的那个影片 当时他每个月的流量都非常高 这个过程中间 他一个月光广告分成 在YouTube上 就是一万五千美金左右 然后他那个斗内 因为给他算嘛 他在台湾的那个 大概每天多少钱 一算他那四个月 差不多都拿了700万 然后呢 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他不是还收了那么多白包吗 也有人给他简单统计了一下 差不多也收了200万 还有他当时在台湾 他专门开了一个自己的银行账户 接受大家的转款 还有用支付宝 微信的方式来收钱的 这些钱他通通都没有公布 那么有人给他简单累计算了一下 他可能在台湾一共花了 一共收了至少一千万台币 折扫着人民币200万以上 那他台湾花了多少钱呢 他自己出来说影片说 他说他单子都不见了 他母亲在大陆看病的这些单子 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由于他比较伤心都烧了 再后来他又出来回应 从我妈到达台湾的第一天 从我妈在台湾入住医院的第一天 从很多台湾朋友关心我妈 去医院看我妈的一天 从我妈突然往生 从我妈入住灵堂 从很多台湾朋友来我妈灵堂 祭奠我们 从我们从台湾离开 这是我们花费的全部费用 到最后走的时候 我身上只有八万台币了 但是很多人都在质疑说 你公布你到底收了多少捐款啊 这个最重要啊 但是他在几次回应当中 通通都没有公布自己的这个捐款数字 他就基本上就说 你看我花了这么多钱 花了这么多钱 但是他自己到底收了多少钱 他自始至终啊 都语焉不详 没有正面回应过啊 随着这个事情的进展啊 离谱这件事情啊 确实伤了很多台湾人的心 他们觉得这个一开始啊 他想让我来台湾来看病啊 很多人都是基于对他这种行为的同情 给他打赏啊 抖内啊 帮助他啊 按照台湾人的理解啊 就是当这个钱 你没有用完之后啊 你应该把它重新反馈回去 也帮助那些将来也有可能遇到困难的人 但是离谱没有做到这一点啊 我呢 接下来讲一讲我自己的看法啊 首先第一点啊 我觉得离谱啊 他说这个钱是他自己挣的 不是捐款 这一点肯定是不对 现在他做影片的时候 就没有人给他抖内了 所以当时的他那些影片 也包括直播的过程中间 那些抖内啊 都是基于大家对他母亲病情的同情 如果他不是说他母亲没有钱看病 到台湾来 你想想别人会给他捐款吗 显然不会 所以这个性质 如果我们从一般的认知来讲 肯定是属于捐款 并不属于他赚来的钱 他当时有人给他算了吗 其实有一期节目 那里头现在还能看到的 一期节目的捐款 就有24万台币 斗内啊 那折胜人民币就是四万多块钱 那你想想 这是他一个没有名气的 up主能赚到的吗 然后这个事后啊 他为了防止别人给他计算 他到底收了多少钱 他在陆陆续续删除 他自己频道的影片 一共删掉了六十多个了 把他自己过去所有的频道里 直播的内容 统统都删掉了 如果他要是不是觉得心虚 他为什么删掉自己的影片呢 所以我个人觉得 很多台湾人 对他的这个质疑啊 是有道理的 就这些钱 当时是帮助他到台湾来看病的 但是当这个 他母亲去世之后啊 这个钱没用完 按道理来讲 应该反馈给社会 不应该当做自己的收入 留到自己手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事情啊 出了之后 很多台湾人就说 他说这个 看到了吗 这是中国人在台湾 欺骗台湾人的善良啊 以后记住了啊 再也不能相信中国人了 再也不要帮助中国人了 那我个人觉得 这个说法也不对 为什么呢 首先我来讲一下 这件事情 台湾的媒体 也包括台湾的一些网友啊 自己也有责任 他当时说的那些信息 如果作为一个大陆人 我们一眼假就看出来了 比如说 他说他母亲 在北京看病 所以这白血病啊 需要170万人民币 台湾人就信了 你想一想 170万人民币 作为我们大陆人 我们就知道 这肯定是假的 怎么可能呢 白血病这个疾病啊 在大陆看啊 理论上来讲 峰值最高 不会超过五六十万 这是我们大陆人的生活常识啊 更何况 最重要的一点 他过去的影片 给人营造的那种感觉 都是报销比例非常低 大部分需要自己承担 但是河北省的这个白血病的报销比例 你只要在网上你稍微搜一下就知道了 80% 报销比例 然后呢 你超过80%以上 你自负的部分啊 河北省还有专门 有另外一个资助的体系 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再报70% 所以理论上来讲啊 实际上 他即便是他母亲有白血病 在这个国内治疗的话 他的自负比例 不会超过5%到10% 就按照大陆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医疗体系 我过去经常也讲 大陆的医疗体系有很多问题啊 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像他说的那么不堪 他说的大量的信息都是假的 那么他既然在网上 以这种求助的方式 让别人捐款的方式 给他来帮助的时候 那媒体在报道的时候 就有义务去核实啊 但是台湾最开始的媒体 在报道的时候都在讲 哎呀大陆这个医疗体系很黑暗 台湾是会给他温暖 但就没有人去核实他 而且事后当台湾的网民啊 质疑他的时候 很多人就发现他那些都是假的 比如说他不是在北京医院看病 是在河北医院看病 这些信息并不难核实啊 他那场景我一眼就看到了 不是北京啊 那为什么你质疑他的时候 你才去核实呢 此前的捐款的时候没做到呢 许多人都被他的那个 据述的故事打动了 忘记了一个人在向社会 索取帮助的时候啊 提供真实的信息 核实真实的信息 这是最基本的前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为什么能够赢得台湾那么多人的打赏 斗内 很重要的原因 他在投其所好嘛 他天天在那夸赞台湾 说台湾是社会真好啊 医疗体系这么好啊 这么温暖啊 大陆这么糟糕啊 他其实是在有意的投台湾社会民众的喜好 就是在故意的在夸台湾 他这个事后不是也有人扒出来了吗 他原先在Facebook里头 其实对台湾社会里头并没有那么大的好感 他纯粹是觉得他这样投其所好的言论会打动台湾人 会让这些人非常慷慨的给他打赏 那作为台湾社会的人可能也要反思了 为什么这么一个素未平生的人 就做影片夸赞台湾社会 你们就开始拼命的慷慨解囊 不遗余力的给他打赏呢 有人讲了 一个月收入只有三万台币 就给他捐五千台币 这里头有没有一种 那种虚幻的 那种所谓的自豪感在里面 我觉得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呢 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这种爱面子 大陆也有 那外国人 那个我是郭杰瑞 我在中国大陆 结果很多大陆人就给他点赞 对不对 觉得这个郭杰瑞说美国不行 说中国大陆好 就开始给他打赏 给他点赞 台湾同样也有这个因素 就是这个离谱 他在做影片的时候夸赞台湾 让很多台湾人觉得 哎呀你看我们台湾社会就是好 于是呢就开始拼命给他打钱 我觉得这也是啊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最后我想说一点 其实他这种行为 并不代表整个大陆人 大陆这些年 因为这个社会竞争比较复杂 社会保障体系不是在那边完善 其实很多年以来 由于捐款问题所带来的问题 台湾社会没有经历过 所以很多台湾人没有封辩能力 但是我们在大陆做媒体 从事公共事件 这种事情见多了 所以很早我们就在讨论过 一个人他在捐款的过程中间 如果捐了太多应该怎么办 就在我这个前几年的时候 我自己曾经经历过 当时广深圳不是有一个父亲吗 他的女儿得了白血病 他写了一篇文章 罗一笑 你给我站住 他的女儿就大概六七岁 得了白血病 他说他没有前置 结果呢 他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打赏是多少钱 你们可能想象不到 大概四五百万人民币 就一篇文章 结果当时全中国人都愣掉了 所以这怎么可以理解 而且更何况深圳是中国 其实白血病报销比例非常高的城市 因为深圳的医保 是国内可以说是最有钱的医保 最后怎么处理了 最后就是腾讯把所有的打赏 原路返回了 也就是说大陆我们在经历了 这么纷繁复杂的社会过程中间 面对这种情况 已经有一些辨别力了 但是台湾很多人 由于这个社会的保障制度 的确比大陆要完善一些 没有经历过这么复杂的事情 非常容易被一个人 简单的说辞所感动 所以我个人觉得 真正应该反思的是 就是我们两岸之间的信息隔离 使得我们对彼此双方的了解太少 使得有些人可以利用信息差 欺骗了台湾人的简单的善良 但这一点不应该归结为 对所有大陆人的不信任 我个人觉得台湾人确实很善良 面对这样一个素位平生的人 慷慨解囊 帮助他到台湾去看病 带他母亲 这一点真的非常了不起 这种善良本身应该保存下去 我们一个人 即便因为做善事被欺骗 实际上是那些欺骗的人 应该受到谴责 而不是我们的善良 同时我们也不应该轻易的把自己的善意收起来 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应该努力分辨哪些人 他最应该得到帮助 而哪些人不值得帮助 或者说他只应该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帮助 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案例 通过这样的故事 最终夺出这样的结论 我个人觉得才是我们应该收获的地方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台湾人 请求你们 你们不要这么好 行吗 他甚至把他的房子都抵押出去 做担保 这样的话 愿意防止我们中国大陆人 在台湾看完病之后 人就跑路吗 所以费用预计折合人民币的话得在170多万 一旦得病之后 你房子怎么不卖吗 你车不卖吗 大陆人 你是什么感受 但是为什么台湾朋友你们感受不到呢 因为你们有完善的一补制度 真的有时候觉得台湾人是温世里的花朵 不懂得这个国际上社会上的陷恶 不如你们把这些钱去捐给在台湾生病的孩子跟老人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